每天都在掌AI 守方老师甚至谈到很多人 都已经用明年或后年的EPS 来推估现在的股价表现了 那到底接下来AI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曾经告诉大家 人工智慧下一个浪潮 叫做巨升智能 什么叫做巨升智能 会带动什么样的全新概念 海伟请您上台来了 我们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巨升智能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名字 从英文来翻译的话 代表说AI将说具备一个物理的身体 那结合起来叫做巨升智能 其实简单去讲就是说 整个AI透过一些所谓物理的一些机器人 或一些相关的载具跟设备 让AI除了可以听你讲话 帮你去找答案以外 可以帮你做更多的事情 那就是机器人 对 但是机器人它可能不只单纯 是你所想到的人形机器人 它也许类似所谓的AI冰箱 AI马桶 这些你可能过去 它只能帮你做储存冰箱 你以后AI冰箱可以帮你交货 可以帮你把这个所谓过期的食物 直接把你淘汰掉 这些都是AI可能赋予一些 所谓相关的家电产品 你所有身边的一个电器产品 它们透过AI结合 让它做更聪明的事情 所以不仅仅理解 它可能还要去理解之后推理 然后还要去做一些互动 对 所以有信息 它可以自己去规划自己的任务 就像我们现在过去的扫地机器人 你觉得很笨 现在扫地机器人已经很聪明了 就是因为AI 但它没有到那么聪明的地步 但现在扫地机器人 你可以做很多你所没有想到的事情 像我以前用扫地机器人 最讨厌是因为我们家有养狗 对 然后在家里面没有人在的时候 有时候狗不小心就是排便了 它会这样子一路撸到房间去 地面都是那个狗大便 对 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AI 它已经自动去辨识所谓的一些障碍 它发现到这个不应该去吸的东西 它就不会去吸它了 也代表说其实我觉得黄文君的说法 我觉得是认同的 未来AI的赋予一些很多的一些机器物联网 它一些新的功能之后 它会带动整个一个聚生智能 也就是聚生智能 就是说它要有身体啦 因为你现在AI是没有身体的嘛 你看ChimpGPT 或者说Google 或者说Meta的大模型 就是只有一个AI透过它的伺服器当中 但你就是透过电脑跟它对话 它不知道能够帮你做什么事情 但如果说有了身体 而且可以支援物理的交替的智慧体 就是说它可以帮你真的去做一些事情 比方说你可以透过这个所谓 刚刚讲的扫地机器人 我可以跟他讲说 你今天下午三点帮我搭扫 那你不要帮我扫那一块地毯 它就帮你做这样的事情 代表你可以透过AI 跟所谓一个实体的物体的结合 帮你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当中类似什么 家用服务机器人 像无人车等等 都是所谓的一个巨生智能的一个代表 甚至说在军事化当中 有一些无人攻击机 同样也是这样的概念 你透过AI就跟他讲说 我要去暗杀某一个 这个可能基地主持的一个头脑 它其实不是人去遥控 你只要输入它的一个影片跟它的照片 确认是他就自动去攻击 避开所谓的一些侦测 避开一些所谓的地形 直接去攻击去杀一个人 所以代表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巨生智能 其实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很多在一些场景上面已经用到了 只是说以黄仁勋的说法 他说未来这些东西 它会普及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会带动非常大的商机 你以前可能不用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你现在会用了 你以前可能不用洗碗机 你现在会用了 代表说我觉得AI其实发展到未来 其实当然对人类生活 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那刚刚提到了 更白话去讲就是说 它可以透过跟人一样 去跟环境互相的感知 所以未来不是我们单纯 你给它一个指令 它帮你做事情 它可以自己去规划 自己去决策 自己行动 自己执行能力的极限 这又是最终进化了 就是说你直接跟他讲说 我希望今天你帮我把家里面 打扫得干净 而且我希望家里面布置成 美国的乡村风 他可能帮你做一个花 放在桌上 那帮你做了一些所谓的一个 更明亮的一些所谓的布置 你回来就发现到 哇你怎么这么聪明 都比我老公还要更懂我的心 这就是说 他所规划的一个未来 我觉得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远景 但时间我觉得不会那么快 因为你要做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要进化到未来有人型机械的产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一个 聚生智能的理念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AI 它是机器人的灵魂 但是我们没有身体 所以聚生就指的就是身体 对嘛 有魂也有体嘛 所以他就才能帮你做事情嘛 那只有灵魂 那你当然你就发现到 好像为什么ChairGP到现在 好像慢慢降温下来 就是很多人发现到 我就算跟他在对话 有很多很聪明的东西 但我真的不知道拿他来干嘛 但这个所谓的一个AI 我觉得发现到最后 一定要有实际上的一个运用 所以这个聚生很可能是人型的机器人也好 他可能是一个车子 他可能是一个冰箱也可能是一个早地机器人 但是他就是一个形体就对了 对但我觉得如果就整个发展来看 我们讲说聚生智能 他对相关工业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机器人的一个分类好了 比方说根据应用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机器人 大家都知道说 智慧工厂啊 机器手臂啊 都工业机器人的范畴 所以一些所谓的焊接 搬运码朵 包装喷涂 这些其实在现阶段 台湾很多工厂都已经看到了 那另外一种叫服务型的机器人 像家用的啊医疗的啊公共服务的啊 像有一些这个机场 有一些所谓的机器人 你可以问他说 我要到哪边去搭飞机啊 到哪边去找厕所 到哪边找所谓医疗场所 那特种机器人就刚刚提到 有一些军事的 极限作业的应急救援的 这种人类去做有危险 就透过机器人来做 所以根据应用可以分成这三类 也都会透过AI来赋予它更大的一个功能 那刚刚提到了 如果以根据形态来讲 我们大家所想象的机器人 就是这种人型机器人 有手有脚有头 那但它问题在于说 它其实它现在的发展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 所谓的困难产生 也就是说人型机器人 我觉得最大一件事情是 它不会走路 这很麻烦啊 像今年大概五月份 特斯拉有公布一个影片 就是说它非常感动 特斯拉从去年的五月份 发表它的一个新的机器人之后 花了一年的时间 终于它会走路了 机器人的历史有六十年 到了前十年才开始有机器人会正常的走路 而且走路的部分 它不一定能够跨越复杂的地形 它可以走平地 但你要加走楼梯很多又跌倒了 所以也代表说 其实走路这件事情 对人来讲很简单 对机器人来讲其实非常困难 对那刚刚提到了 除了人型机器人以外的话 有一些自主移动 就是走路太难 我们总共给它轮胎 它就会自动去做一个走路的动作 它有一些类似机器手臂的部分 那可以做什么事情 刚刚提到扫地机器人 送餐机器人 焊接喷涂机器人等等 是它形态的一个分类 那我们再以图表来看 你可以看到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像这机械手臂 大家都看过 它当中有什么 有机械的视觉 有轨迹的规划 有AI透过运动的工资 所以它可以在所谓的一个 运动轨迹控制上面 透过AI可以更精准 去做一些机器手臂的一些执行 所以可能过去你接手臂 可能做一些比较粗的一个工作 比方说我可能就是类似像手机 你会发现到手机很少 透过这种机械的一个手臂 做最后的组装 因为它要很精细 做一些焊接的动作 要透过人来做 但如果说未来AI进去之后 它可以做到更精准 可能几毫米几微米的一个 精准动作的话 可能我觉得工厂的自动化 可以更进一步 那另外自主移动机器人 可能大家都很多看过 就是这种送餐机器人 对它可以做餐饮跟物流配送 透过导航定位 透过语音的控制 就是让它做更多 可能现在人力不足的一个事情 那刚刚提到最后 就是人型机器人 你可以发现到 它最大问题就是 这个双脚走路 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 但人型机器人优点在哪 它这种就是 针对特定场景在用的 这只能送餐 这只能在工厂做事情 但人型机器人 你可以叫它做更多 你想要让它做的事情 它比较通用性的场景 但现在最大问题就是 这个机器人到实现 所以说你希望它做到 类似一个人类管家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话 我觉得最早可能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它连小朋友 这两岁会开始走路 这件事情都还不会学会 它花五十年才学会走路 但我觉得未来在所谓的 相关的技术的进步 在AI的导入 但我觉得它会有一个 更快速突破的一个时间点 但我觉得其实 上次跟大家讲过 机器人其实 它不是说一个新的概念 很多是现有已经在 机器人领域耕耘很久了 那如果将未来这样的一个题材 想象空间我觉得都有一些帮助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对台湾相关的 我们讲巨森智能机器人的概念 或者说你直接讲机器人概念 我觉得其实目前这些公司 都是有机会的 那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像刚刚 大桥的威胜 威胜 它其实主要在边缘运算 你不要去期待说 它是一个所谓的 类似这种 挥达做这种伺服器晶片的一个公司 什么叫边缘运算 也就是说 其实整个所谓的一个 AI的相关的发展 一块是说 我可以透过像 确实其实一样 我透过这个网路 跟这个微软的 伺服器的中心 做一个连结 那我传输指引给它 它回应给我相关的东西 但对未来很多AI发展 它会需要边缘运算 因为你每次这样传输 你可能网路断线 你可能这个延迟的关系 所以我需要一个晶片 在我相关的 不然手机端 笔电端 或说在一些所谓物联网端 我有个晶片 来帮我做一个及时的运算 所以我可以精简掉 非常多的工作 所以威胜 它的边缘运算的时候 社会程度比较高 而且今年发表很多就是物流 物联网相关AI应用产品 所以我觉得它是会类似 就是说整个西制裁 整个AI题材 慢慢慢慢延下去 大家发现到 其实它的一个收入程度 也蛮高的 股价没有涨到 所以最近开始转强 那我们讲说 其实可以追踪一下 投信的筹码 因为投信其实以前不太买 微盛 但最近买了一千三百张 那再来看到郁太 其实我觉得它重点在于 因为笔电 它才复苏了 而且智慧影响 我们其实有一集跟大家谈过 整个智慧影响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AI的载体 因为你要跟它对话 你每次在键键盘很慢嘛 所以透过语音的方式去辨识 去让AI帮你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郁太 它是有潜力的公司 那目前来看 因为盈域还是相对低谷 如果就郁太的线型 那看一下郁太 它大致上 现在还是在一个区间的整理 那慢慢回到这条什么 季限的关卡 而且代表季限还是上万的 而且它半年限年限都转而上万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箱形整理 回到不要回到那么多 回到月线附近 我觉得你就可以适合去低接它 因为下半年应该会比上半年来的更好 所以以它目前的现行架构 我觉得如果下半年真的像亚马逊发表 它智慧影响导入AI功能的话 我觉得对郁太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再来看到中光电 也是最近但也比较有热度的公司 因为昨天像非凡新闻也提到 中光电的这个无人机 出货给国防部 也出货给美国相关的厂商 所以它无人机的一个题材 已经开始在出货到美国跟国防部了 而且以中光电来讲我比较有趣 它在这五天里面 投信买了1749张 今天再买了1300多张 最近投信在积极回补它 对你看今天买的又更多了 所以股价你看 它其实是相对非常低的一个位置点 在这个地方 投信买了一头拉股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性 虽然说它的股性不是很好 像这边是当时那个雷虎 大家提到无人机的题材 开始往上飙高 但我觉得这个位阶点上面 你去布局它 其实这军舰踩在这边 那法人在买方 那未来如果说无人机题材 慢慢在发酵 将它本业的部分 它的阳明光 它的所谓的下半年营运状况 开始转好的话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期待性 你说最少我觉得 以法人的买盘 有没有机会去挑战前部的高点 我觉得可以比较乐观去期待一下 OK好中光电 接下来台湾精锐 台湾精锐 但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它是比较特别 在工具机里面第一个量比较小 但最近开始有出量 再来就是说 投信最近这五天开始买它 因为它是比较新挂牌的公司 从它挂牌以来 投信从来没有买过这家公司 但最近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 它的行音差速器 我们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 是这个工具机当非常重要的一个 关键领主件 也是隐藏版的饭店股 工具机毛链里面最高的厂商 下半年以公司派的说法 是营运旺季相当来临 所以看它股价的现行 虽然说最近还是一个高档的整理 但是我觉得这边是有一点慢慢收敛 对 那投信你可以发现到 以前从来都没有买过这家公司 开始出量也正在买 所以以这样的状况来看 我觉得是可以期待说 它这边只要 不要把这个缺口完全回补掉的话 有可能整理完之后 再往前做一个攻击 最后一档就看到索罗门 但今天也非常强劲 因为它本身就是在AI里面提到说 它在工业4.0里面有一个机械视觉 AI将3D感测解决方案 其实已经深耕了大概三四年的时间 所以每次只要提到工具机 工业4.0 AI所罗门就会动一下 所以我们看到就今天所罗门 股价又再度往上发动 这种股票其实难做的难度是比较高 但是今天的量是比较小一点的 只要不要说明报大量 我觉得慢慢整理往上去调查前高 应该是有机会的 好 太好了 谢谢汉伟 请先回座了 休息一下 喝口水 我们要听陈松心老师上课了 今天讲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中国的经济最近面临的是 通货紧缩的危机 第一个大主题 我们要告诉你 有哪一些的迹象 证实说中国的通缩越来越严重 而且接下来中国的经济专家说 可能会呈现螺旋式的下滑 所以伴随着会有哪些影响 第二个大主题是 如果以前我们中国让利的这么多 现在中国自己的后院都着火了 台湾会受到什么样程度的影响 休息一下 丁老师上课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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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